以保新邦波赖通往金马轮的主要通道 昨天下午发生土崩事故 受困的两辆交通工具已经被巡获 但是两名被活埋的司机不幸罹难 霹雳州警方表示 土崩现场的搜救工作将会持续 以确保没有其他的受害者 这起土崩事件发生在昨天下午1点40分 校整局接获投报后 迅速派员前往现场展开搜救工作 晚上9点30分 救援队从一辆白色休旅车内 找到一具华裔男性的遗体 车内只有死者一人 警方证实死者是36岁 来自巴生的丹吉汉 他遇害时正从丹州化望生前往槟城途中 死者的遗体在当晚9点50分 由救援队员抬出 另一名乌裔罗里斯基 莫哈莫哈菲兹的遗体 是在晚上10点50分挖出 31岁的死者来自巴利文达 当时正要从金马伦高原 运送蔬菜到医保 匹立州总警长 拿督米奥法利表示 尽管两名罹难者的遗体 已经寻货 但是搜救工作还会持续 以确保没有其他受害者 尤其他受害者 警方表示 两名死者的遗体 已经送往医保中央医院解剖 至于发生土崩的地点 截至目前 现场并没有检测到 土地移动的迹象 当局还在彻查土崩发生的原因